把他下一个逻辑,if,什么呢,要不然J等于4的时候 如果是第四栏的时候,then才需要多做一件事 什么是呢 and if 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把sales这个储存格 里面 点number.formulocal,不过你现在有刮胡点,他不会出现 所以我建议你是先不要刮胡,点number.formulocal 等于什么呢 等于 就是刚刚的什么 YYY 斜线 M 斜线 D 也就是当他是 D栏的时候,J等于4,D栏的时候 才去做 格式化的动作 其他栏都不格式化 所以又多写一个这个栏 可以看得懂吗 J等于4的时候,多一个 那个判断 因为如果说你每一个栏都把它转成日期的话 那会产生错误啦 所以 只有当他等于4的时候 OK,我们试一下 基本上做完之后 这边的话就是直接来跑一下 假设我这边设中断点 执行 这边先清空一下好了 然后去向下 Delete OK 然后我们一样 我是建议有时候 那因为上课说我是直接跑了 不过我还建议你们有时候 让他中断一下 跑慢一点 执行一下 输出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会先判断是第4栏 第4栏的话呢 先格式 再把资料放进去 你会发现 OK了 其他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把它全部执行 你会发现 只有第4栏 日期格式 就恢复了 OK 这是一个技巧 这技巧还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 最怕是你们做VBA 只能 做一半而已 另外一半要手动 那就麻烦了 像这个 如果你 懂得做逻辑 所以这个也是第2单元 我们讲逻辑判断 所以这边的话 就是在多增加一个什么呢 多增加一个这个逻辑 输出之前 先 判断 是不是 等于 4 那另外就是呢 在这个Sales 里面做Number from a local的设定 那不过特别注意我刚刚是先把刮弧先删掉 再点 他才会出现 因为Sales物件 如果你给他一个刮弧 点下去他不会出现 所以记得 习惯上会先 点完之后 记得刮弧一定要夹 因为有些同学忘了夹 所有的工作表的储存格 都变成日期 那就完蛋了 OK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呢 就 讲到这里 理论上后面还有一个那个326 所以326这个范例 今天本来想讲 只是 讲完这一题 其实大概讲的差不多 所以回去请各位 就 给各位当成一个练习题 326 这一题的话 主要希望做出来效果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 当我下拉清单 一般就自动把一般的资料搬过来 二般就自动帮我把二般搬过来 有点像是你一个下拉清单 就可以把 比如说哪个类股 资料自动搬过来 哪个类股资料 或者哪一个 哪个部门自动把那个部门的资料带过来 OK 但是呢要怎么样能够自动 跟下拉清单关联 这就有点难了 那如果说你用那个 函数 会需要用好多个函数 包含 if small index ifl OK 光写完 而且最后还最重要的是一个 你还需要 在函数里面用正列 才能够完成 所以光这一题 做得出来算已经很厉害了 不过像这一题我倒比较建议你用VBA来解决 为什么 因为在函数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 而且只能够在一行里面解决 真的太 太坚了 所以通常 还是用VBA来解决 会 比较简单 相对起来的话 不过这一题有点难 回去给各位当练习题 OK 试一下 而且 这个大瓜糊 底下这个大瓜糊不是自己打的 是记得要用 Ctrl Shift加Enter 如果你用自己打 他也不会work Ctrl Shift加Enter 这一题的话 回去请各位先 试试看 下一次我们再 针对那个 Email信箱 还有资料库户